星期五日媒接连报道 日本前首相森喜朗 九号将率领日本跨党派政治人物 组团来台调研 前总统李登辉 成员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胞弟 众议员岸信夫 日华议员肯谈会会长 古乌龟司等七名国会议员 对此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 总统府对此表达衷心感谢 将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防疫相关规范 再符合我国防疫标准 并保护台日双方人员及国人安全为前提 依国际外交礼仪妥善接待 至于台湾各界关注相关防疫规划 星期五下午台湾疫情指挥中心 说明相关防疫安排 强调访团成员必须减负登机前一天或两天的 PCR阴性证明 并且全员搭专机抵台 入境后由专人专车接送 并保持社交距离全程戴口罩 外交专案那就是他必须要在登机前一天或两天 要有一个裁检这个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 那另外他们需与这个专机入境 抵达后必须与他人保持这个社交距离 还有全程戴口罩 那专人专车全程接送 参加这个追尸典礼 并当日出境 张仁祥表示 由于日本访问团当天离境 所以入境不裁检 但会严格要求 入境没有症状才能有后面行程 他事实上是有受到一个规范的 那他没办法自行移动 他会有专车接送 那也要全程戴口罩 所以他并不是说你进来之后 那就像我们一般就是说 就可以到处什么地方都可以去 这个是不行的 对 庄仁祥进一步表示 访团来调宴李前总统当天 在台北宾馆的动线 相关单位会有管控 跟国内民众区隔 新唐人亚特电视 林玉堂 环红烟零台湾台北报导